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再来看到国际纽约时报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宣布同意提供乌克兰18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在此同时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惊人的决议 否决了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一事 这么一连串的行动都显示出西方国家有意串联 孤立俄罗斯 好 说到底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 俄罗斯会再度入侵乌克兰 因为除了克里米亚 俄罗斯军队近来在乌俄边境秘密的部署大量的军队 其中主要目的是什么 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忧虑 好 除了关系乌克兰情势 美国总统欧巴马也到意大利梵蒂冈 跟教宗方济各会面 这是两个人首度会晤 讨论世界上各方面不平等的现况 也包括要解决当地同志 长情受到歧视的问题 好 最后我们看到英国卫报 这是英国政府进来焦点放在 医疗保健的制度改革 但是有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透露 英国卫生大臣他是一个控制狂 过度干预改革的内容 而其实这一切呢 只是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好 这是今天的读头条看世界